我人生裏面第五次的手術 而且是一個最大的手術 在2004年我有腎癌 切了左腎 但是陸陸續續都有很多次的復發 又做了很多次的手術 而這一次 我要經歷一個相當大的手術 因為這一次 是一個非常大的手術 要將整個膀胱移除 又要將我的腸切一段出來做做口 所以手術經歷了七個小時 當我做完手術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經常要來幫我抽血 我忍不住問護士 為何我要抽這麼多次的血 原來後面我才知道 原來我的腎做完手術之後 我只剩下一個腎 而腎是完全不功能的 它又不排尿 又不過濾那些腎 所以原來我整個身體中毒 所以他們很害怕 將我送到ICU 他們一直幫我檢查的腎指數 是相當高的 所以最後他們忍不住了 都要幫我洗腎 洗血 將我身體裡面的血洗一次 洗乾淨 他們以為洗完血 洗完腎之後 我的腎就會恢復 誰知道洗完腎都不恢復 那些腎的指數很高 所以醫生完全束手無策 我問醫生這樣怎麼辦 不單止他束手無策 他說我們只有能夠 灌多些水進去 等水撞醒腎 但撞不撞得醒 我們都不知道 盡量 而且他還跟我說 他說你的腎 經過這樣會受到重創 你就算好起來 一般都不會好到做手術之前的狀況 我說剩下多少成 他說最多剩下七成 你想我的心裡是否憂慮 而且我太太一直都問我指數 那些腎指數是怎樣 那些指數就好像過山車一樣 一時就好 一時就壞 一時又好 一時又壞 變得我自己的心情也是這樣 上上下下 我整個家人的心情都上上下下 甚至我兒子去到一個 我不想再聽爸爸你的消息 我頂不住 這段過程裡 我很憂心 很忐忌 因為我只剩下一個神 我很想我可以繼續服侍我的神 我不想 下半身就要揹著洗腎機 我所有的服侍都沒有辦法 回到以前這樣 所以很大的憂慮在我心情裡 那些指數也都上上上上下下 直至到 一次我問醫生 我的神指數是怎樣的時候 醫生就跟我這樣說 他說 為何你經常都要追問我神的指數呢 我說了指數給你聽 你懂得醫好自己嗎 我才是醫生 我會向你的指數負責任 你的責任就是好好地做運動 你好好地去做呼吸的運動 做低腳的運動 去恢復你自己的身體 當醫生跟我這樣說的時候 我覺得聖靈突然跟我說 我才是最大的醫生 我知道怎樣去醫治你的身體 你的身體我負責任 有一晚晚上 我四點多醒了的時候 突然間 我聽到一把聲音來恐嚇我的時候 我心裡面就有了一個底在 這個聲音告訴我 我不單止拿到你的左腎 拿到你的膀胱 這次我要拿到你的右腎 我看看你怎樣再可以 服侍你的腎 但是因為心中已經有底 我就斷然向這個聲音 作出一個很堅強的還擊 我就跟他說 我說你就算拿了我的左腎 拿了我的膀胱 甚至你拿了我的右腎 但是有一件事是你拿不走的 就是我的心 因為我的心已經獻了給我天上的爸爸 我是他的兒子 我一生都要服侍他 我記得當時我就有一首詩歌 在我心裡面湧現出來 這首詩歌 我當時就唱了出來 錄下了它 發給那些為我代討的人 我一路唱一路唱一路流眼淚 我宣告 我的生命不是落在地上的醫生的手裡 我的生命是落在全宇宙最大的醫生 我和我拉法 醫治我的神的手裡 當我一路唱一路唱 我靈裡便立刻 我的心就舒暢 恐懼不安便離開了我 到我出院之後 我就要面對另外一個挑戰 就是我要做化療 做化療要有六個循環 我就问医生 我说我神经过这样的重创 适不适合做化疗 医生就跟我说 我们会尽量帮你看住 但是你是一定要做化疗 我心又有忐忑 因为已经受过重创的神 又要再做化疗 医生已经跟我说 我只剩下七成 做完化疗 剩下多少成 我真的不知道 很多人跟我说 化疗对身体有很多冲击的 一定是危损的 可能你初初做化疗的时候 反应不是很强 但是到第三个周围 第四个周围 有些人到第四个周围 受不了了 就做不到下去了 而且就算你做到 又会脱头发 又会吐 又会消瘦 等等等等 我在整个六个周围 的化疗过程里面 没有吐过一次 没有脱过一条头发 我做完手术 轻了12磅 但是当我做完化疗之后 我完全回到我做手术之前的体重 我只能够去宣告一件事 不是我的努力 也不是我的能力 也不是我自己有什么信心 我觉得完全是神的恩典 和他的应许是真实的 所以在我剩下这个生命之后 我还要更多用诗歌去赞美我的神 所以我在这里很鼓励 大家面对逆境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朋友 诗歌是救命歌来的 你是我神来医治我 你是全能医治者 你以发灵来医治我治病 你是我神来医治我 在我心最忐忌 最恐惧的时候 在家户的病房ICU里面 今天无独有偶 我都是在ICU那里唱出赞美的思觉 当恐惧想来努力我的心的时候 神提醒我 恐惧是信心的杀手 同样 信心是恐惧的杀手 Amen 如果你要拍手掌 拍大力点 没错 信心是恐惧的杀手 我们不要被恐惧搞散我们 所以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记得圣经跟我们说 我们所信的神 神不单是全能的神 祂还是耶和华拉法 医治我们的神 当我最恐惧的时候 这首诗歌就涌流出来 我想我先唱一次国语 然后再邀请大家 如果你现在 正正在你人生里面 面对很大的艰难 或者甚或在电视机旁边的朋友 你正正面对着 癌症的冲击 或者疾病的煎熬 或者你听过很多医生 跟你说 很多很多人害怕的说话 听说 我真是很觉得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病死 是吓死的 大家同意吗 所以诗歌是可以救命的 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见证 当我唱起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的灵就被提升 当我唱起这首诗歌的时候 恐惧就离开我 我想在这里再唱一次 用神的话语来安慰 和鼓励我们 我是你神 来自你 让我们一起来的回应 你是我神 来医治我 你是全能医治者 你以发灵 来医治我治病 你是我神 你是我神 来医治我 在这里 我很想 为每一个 在煎熬里面 的朋友 和弟兄姊妹 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如果你觉得你有需要的 请你伸出你的手里 在电视机旁边的 我都很想为你们祷告 请我弟兄姊妹 不单止我们个人的生命 需要被医治 我们的家庭都需要被医治 我们的教会 也都需要被医治 甚至我们的社会 都需要被医治 只有一位神 可以真正的解决 我们里面 真正的病遭 而且将祂连根拔起 这个就是耶和华拉法 医治我们的神 请大家低头 我想邀请你 和我一起祷告 请我的天父 你不单止是我们 所信的神 你还是耶和华拉法 是医治我们的神 爸爸 我们承认我们 有很大的恐惧 有很大的 心里面的忐忌 特别我在这里祝福 那些正是被疾病 煎熬 甚至癌症 死亡的威胁的 朋友和弟兄姊妹 我奉拉斯林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你们 圆当你唱起这首诗歌的时候 圣灵就进入 你们的心里面 将信心提升 拒除所有的黑暗 所有疾病的权势 所有恐惧的权势 甚至死亡的权势 奉耶稿基督的名 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 当你们唱起神的诗歌的时候 你的灵都被兴起 当你去敬拜的时候 你的信心被提升的时候 你口里面可以发出宣告 耶和华是医治我的神 因为祂是耶和华拉法 或许你还未信耶稣 或许你信 但是信心不足 我奉耶稣的名 祝福你们 而你去到天父的面前 告诉祂听 爸爸我信 但是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我 听我的天父 我们需要你的医治 我们的家庭需要你的医治 我们的教会需要你的医治 甚至我们的城市 都需要你的医治 我宣告耶和华拉法 你是医治我们的神 你的应许是真实的 今天我在这里宣告 我们是 Live by faith Live by grace And live by promise 我们凭信而活 凭恩典而活 亦都凭你的应许而活 愿你在我们各人身上 显出你的大能 医治临到每一个 需要医治的人当中 愿你的各国临 愿你最美好的旨意成就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祈祷 阿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